我看到你前陣子 雖然說市況 大家有些 8 月 其實從 6 月底開始抽上來 大家開始懷疑 升勢還能否持續的時候 其實有些股份是特別表現搶眼的 好像你有提過的一些青龍晶片股 就是 ON 或者是太陽能股 我看到你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 First Solar 那些 會不會有機會 今次有一個明顯調整的時候 這些強股可不可以趁勢有一個漂亮的位置 我覺得特別會值得看太陽能 或者整體能源的板塊 但是我最近就比較關注新能源那邊多一點 First Solar 應該如果是在近期來講 就是近這個月 由 7 月尾到現在 一個多月 它應該是 我們大部份太陽股裡面 它應該是最跑人的一隻 為什麼選這一隻呢 就因為開始大家去關注到中美的關係 是的 而雙方都去就某一些比較戰略重要的板塊 就是保持生產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那美國就有兩大的板塊 就是會去發案有支持的行業 包括就是太陽能 其實整體上是新能源 太陽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半導體 那太陽能方面呢 因為去看看如果說美國是依賴中國的供應呢 主要是太陽能板為主的 其中一間中國強勁的供應商就是農機 那之前也都出過 大家看新聞呢 就出過一些產品在美國被扣查那些這樣的風波的 那這個是他們其中一個如果要去說補貼這個領域 你要去將生產留在國內的話 那太陽能板是一個重要的細分領域 那而見到出到來呢 所以出完支持新能源那個 即是稅務法案那裡 那有一部分是有支持新能源 那出完這個法案之後呢 那見到是其中 其實整個板塊都上的 但是ZephyrSolar是上的特別去厲害 那這個你說現在真的要等一下了 因為昨天或者這幾天呢 也都再有爆發的 就是它有消息就說去積資12億美元 就擴大在美國的太陽能充電板製造的業務 那其中10億美元就在美國的東南部建設公司第四個 完全垂直一體化的國內工廠 和1.85億美元就是用來升級和擴大 在俄亥俄州的一個製造工廠的 那它們現在呢就守着實行官也都有說到 就是它都有特別將這個投資決定歸功新的那個氣候法案 它說因為通過了這個削減通脹的法案 前一陣子國會和拜登政府都給了它們 實現美國清潔能源未來的責任 就說要及時支持這個可持續的方式去迎接 那都是一個繼續去彰顯著它們公司特別受惠著這個法案 還有有加大是回到美國本土的擴張 但是現在因為其實升到很急的了 你說由那時七月底 七月底開始到現在都六、七成的了 已經升了 也都非常之超買了 所以這個就真是一個要等調整去買入的 其實整體這個版法都是因為很爆 就是由七月到八月 七月尾 八月頭七月尾那期呢 特別爆發了 除了這個法案是一個刺激的 還有Furr Solar是特別受惠的 接著再開始最爆的勁就是Enphase出了業績那時 Enphase出了業績呢 帶動到投資市場就特別去關注 是全部這個整個太陽能產業對於未來歐洲的需求 應該持續是高期的這個環境那裏的受惠的衷勁 所以都爆發了幾多元 還有大部份出了業績都很好 就是前排出的數目 是啊 那其實Enphase我就自己有博中過業績的 但是Furr Solar就沒有 其實Furr Solar好像你說是最受惠於這個法案 我們應該是繼續找這個 就是真是最強的一隻來買 還是有沒有其他相對落後的太陽能股 有沒有機會那個升幅會將來強一點 我自己現在都有Enphase的 因為正式推薦給客戶和自己拿的 有時候要分開 我們這個合規上 還有Enphase是一隻比較大一點 多一點人會去關注的一隻 其實我覺得兩隻都是可以留意的 反而過去Enphase因為它那個造業變氣 特別是有那個前面大 好像譬如內地那些光復都是 那你龍肌這一類其實就沒有那麼爆發的 所以這個都值得關注 但是你說怎樣才叫做完成了這個調整呢 因為八月開始它就開始比較黏一些 那黏一些就等它起動回的 因為又是好像你八月頭很超賣的那些位置 那就不要抓住了嘛 你就等它調整完 那怎樣去量度算是調整完呢 就是升穿305.66元 其實為什麼是升穿才買 為什麼不是低價買呢 因為它呢 由八月頭到現在 其實你見到是一個很輕微的一個down trend 裡面 那所以這裡要等它調整完呢 其實它就是升穿了那個下降軌的了 那就可以是這樣的momentum的做法 就是那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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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